首先在全球智庫会议,王毅发表了他的支持 这番说话9月2日已经在外交部网站看出来 我仔细看看,其实都相当雷霆万钧 首先第一段由王毅表示 习近平主席不久起金砖国家领导人的15次会议指出 听着,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既有分裂对抗之危,也有团结合作之机 历史的钟摆朝向何方趋于我们的选择 说话怎么说呢?有危有机,你可以觉得很平铺秩序 历史的钟摆向哪方面是我们的选择 即是说中国随时准备,有危有机这两手的决策 你们其他人,究竟想和还是想乱 这个已经值得相决了,话中有话 另外讲到就是坚持多边主义 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的治理体系 我所理解就是和普京的说话如出一切 不过我们没有说五百,就是反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现在就是单极霸权 所以现在我们提出这个多边主义 新殖民主义里面是一个老老而老而老的全球治理体系 就是美西方只是觉得他们才以为是依然行之有效 继续施持新殖民主义在全世界 所以提出这一点也是 听清楚这是一个反新殖民主义的说话 这样也讲到新殖民主义 发生国家要独立自主 因为有新殖民主义 所以这个世界就不能有自主 你可以进行这个资本殖民主义 你可能用这个军事力去压制 比如刚才你讲到那个 安德尼说到那个 法国还是当了非洲还是一个殖民的国家 你还可以以这个保卫别人的文明 即是为名 你以专制去掩饰自己的民主义 这件事我们算是厚度 没有讲得清楚 不过俄罗斯已经讲清楚了 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再遮掩下去 所以说独立自主 命敏老老掌握自己的手中 这个才是重要的 不是别人叫你去哪里去哪里 不是别人叫你做炮灰你做炮灰 这个就是说话 不断提升南方国家在国企事务的 权力和话语很明显 当然白方国家就是一个曾经被殖民 或者现在还在殖民的一个国家 只有美西方依然觉得自己的感觉良好 他们没有坚持这个公平正义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 是需要共同努力 向这个全球治理 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全部说话是很斯文 很淡定 另外反对美国的所谓的脱勾断练 小远高长 这些是阻碍着全球化的行为 第三点就是大家是要目伦友好 千万不要因为有些事 第二点就是被挑拨来压倒 万龙会议就是万龙精神50年代 提出大家和平共处的原则 以伦为善以伦为伴 这就是防止被一些势力挑拨 因为它面对的是亚洲 这是发挥亚洲的价值 马龙会议是在印尼那里举行 50年代 第四点就是要说清楚 第四点就是要坚定奉行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共同华会地区和和平的稳定 这句话就要美国听清楚了 乌克兰危机缺不能在亚洲上演 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地区安全 老实说 美国经常现在就是 以乌克兰模式 美西方全力制裁俄罗斯 也是整个北约 是间接在战场里面 助攻乌克兰 令俄罗斯受到很大压力 这个乌克兰模式他们以为很成功 可以压制到中国 不过现在被人拖住了 拖到他们现在 就是消耗了很大的军事力量 和经济力量 所以刚才我上半次所说 美国开始说 我说俄罗斯你放手 我可以让步 就是想挑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灵塔 所以今时今日 俄罗斯的模式 其实没有什么威嚇性 拍摄自己 但问题是俄罗斯也说 力发千军 虽然知道 日本有什么叫做 此夜的退役少爵 曾经说过 你现在不断武装日本 日本很可能成为下一个 乌克兰 这是什么意思 用你的国家变成灰准 你都可以达成美国的战略利益 没有可能是 有本来看 除了日本之外 还有哪个国家 菲律宾 很大机会 所以说 乌克兰的危机 决不能在亚洲上线 即是警告 亚洲国家 不要想着这场是 赌白头片 各个走到美国身边 于是你就可以 任意去宰割中国的利益 这就是白头片的意思 大家都凶神恶杀 走马一步 人马很齐壮 于是中国协于你的威胁 如果不作反应 或者不作底线思维 就像一般人说 要和平 要理想 很多这些人 要做生意 你就会被人家倒白头片 就带到你失陌了 所以有底线思维 如果有人肯做乌克兰的话 我就承传你 日本得到很多引领导弹的资助 现在有很多供应 遲些再多些送给你 听明白吗 当然还有梅吉韦夫和普京凶神恶杀的说话 就是用到这个核战 用到这个毁灭式 就是整个日本 你当年是被这个 美国这个 的燃烧弹去轟炸 你这个东京是多少人 提到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很斯文 整个东西 你看看整个东西是很明显的 不过你总要懂得听 这些东西是很明显的 烏克兰危机绝不能在亚洲上演 如果阻止不了的话 就在那里上演 一定有国家变成烏克兰 台湾 很想烏克兰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说话其实就是雷霆曼君 你不会听就觉得 也不是 只是外交辞令而已 特别提到 个别的域外势力破坏南海和 南海和平的意图是不得情 幕后黑手必须揭露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指 美国 就是说会和美国探牌 什么叫做幕后黑手必须揭露 会和你探牌的 大家不要打算打白头片 白头片意思就是说 走在美国身边就有好处 一兵一招 一分一毛 都无需要给你 只要挺美国 你就可以拿到中国的利益 你想想 你真的上台美 任何想做烏克兰的国家 随时 你的切相就会变成你的预期 不过我是演绎 王蔚的说话 王蔚的说话 就摆在文字 你怎么演绎 就是你的事 我当然是演绎 一些我所看到的说话 难道我读一次给你听吗 读一次给你听也没有所谓 你最要明白 其实就是 整篇文章 就是告诫整个亚洲的朋友 东盟十个也好 或者其他国家也好 是战是和 是危机 是你选择 你泰国靠着美国 在台湾问题做文章 一定会遭遇到很大的损失 为什么 说明中国的主权是不可心防 中美中西一战 如果你在台湾里面 搞出一个叫做台湾独立国的话 中西一战 如果是中西一战的话 是不是其他地方都说 其实我 看热闹而已 不可能 菲律宾现在跳得很高 日本更加是 日本有很多引领的导弹 甚至乎更加多的军事设施 韩国也是 当然 这只不过是一个 告诉你我们的底线思维 正所谓 开始说过一句话 世界百年变国加速远进 既有分裂对抗危机 亦有团结合作的可能 但是怎么算呢 说得出这句话 你怎么算 我们也有底线思维 我们也有心理准备 我们也有最坏最好的牌 和你打的 所以说 在全球发表的视像 既是针对美国 说你在南海里很快会和你摊牌 因为将你的话销揭起 我会和你摊牌 所以美国要听清楚这件事 不要想着 说你不要和俄罗斯联盟 或者俄罗斯 不要和中国联盟 这个世界可以解决 现在中俄之间 是在很多场合 很多象征性意义 都表示到非一般的合作 而且那种声音 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反西方的新静民主义 越来越明显 因为我们没有出口 我们不像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们是搞这些革命输出 我们没有做这样的 现在目前都是很平和的 那些语言 跟你说出一些很重要的事 是要你去选择 所以听听明白 不知道西方或日本如何 但是就要说回一些 我想大家都很关注的事 就是台湾 这个买清德似乎都应该赢了 我看这个 美国痴阴的报导 为什么说赢了呢 就是经过多番的 美国面试不同的 所谓的 台湾的参加大选的 这些领导人之后 似乎最有贯分上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 乃清德 乃清德说的说话 现在就相当之有气派了 嫌疑以一个国家 作为他的身份地位 那他怎么说呢 这位是对手 这位对他一会儿再说 挺好笑 很娱乐性丰富 这位乃清德就接受 他说如果我当选 对两岸交来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我当选 你中国就能够收拾 中国 他当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我们就不要关系 跟你继续合作 我要请习近平来喝奶茶 吃多士之类 很囂張 他说中国是关系大满 但关系不在台湾的方向 就是说 我们跟你谈的 你这些说话 演绎得相当之临理尽致 就是台湾的心态 过去释出善意 就是说 基本上 他这个声音 就好像 连台湾人 都不太能够接受 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 啊 哇 台湾人才鼎盛 科技先进 中国过去有今天的成就 离不开台湾 这番说话 又来到这位 郭台铭 也有 街民级批评他 你这些叫做 亡因 亡因 就是说 你去中国 是起厂代工 这个Iphone生产 原本就是 其实就是 中国都 提出很多的优惠给你 你这位郭台铭先生 竟然间就是周围和别人说 没有我郭台铭就没有中国 只问他成就 那这个革命级 你上个视频来看 我又不知道 他多么有趣 不过他真的很有趣 最近好像说 他选情人不一样 不过一宗新闻 大家都说 会邀请智林姊子 智林姐姐 会做他一起做拍档 你将这个选举娱乐化 没问题 劣质民主应该如是 但有问题 他当选 就是希望这样来 乃清德 是很希望 就是很大机会 美国现在已经 当了他是 下任的 所谓 台湾总统 之前很多人都觉得 大陆是 希望阻止再一次 民进党 成为台湾的领导 就是说 国民党 但是 甚至没有看清楚 就是这几年 无论国民党 无论是民进党 无论是全台湾 都是被美国的 在深展方面 或者在意识形态方面 都已经是完全掌握了 基本上 现在没有民意 是会想和平统一 没有这件事 什么九二共识 没有这件事 拿出来说 每个人 因为面对选举的话 他需要 都是向 他们的所谓选民 作出承诺 就是说 一定要堵壞 这个已经是 不言而遇的一个秘密 不要再讨论 又在那里 又在那里 说什么 喊话同胞 六十年代 你这样说 你就会走到 历史队 那一方面 不需要说这件事 问题就是 如果 乃清德 真的 接任了 水民之后 在一些重要的问题方面 大陆如何反映 当然 在远的方面 所谓 有一个 我们的雨线盘 希望 能够维持到 所谓 边缘战争 或者 冷和平 或者新冷 总之 大家不发生热症的时候 中国能够取得一个 时机 改变了世界的灭址 包括去美元化 包括成立了南方 这个国家 有更加强大的团结力量 那美国就 不战而退败 可能会退回去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你想想 但是 问题就是 随时会出现很多乱子 尤其是 尤其是乃清德 他将会更加固张 就是会更加进取 就是对于 这个台湾问题方面 会更加走他一步 那现在开始 他还没做任何的说话的时候 他已经提出了这件事情 就是差不多说 我当选 你们大陆 就真的得益了 就是他继续说 大家合作才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呢 我其实帮你这么多 你这么多厂 养了你这么多人 中国和我有关的 就是说 我是仰大中国 这些说话 成成了不知 不过就是 如果大家是不是会有 这个看法 就是说 如果智琳姐姐 都会出来 做这个政治人物 会不会更加好看 并不是好看 如果是 如果是 华湾是这样 向这个台独方面 是继续去走 继续当自己是国家 继续跟贴美国 承认美国是它的中主国的话 这个 迟早会摊牌 那 怎么变化呢 那没有水星球 不清楚 不过就 很多东西都要 就是认真 要用一个不同的思维 因为香港很容易 有一个叫和平永久 和平永久福利的思维去想 这个世界多亂 都能乱到香港 多亂都能乱到中国 多亂都能乱到我们的生意 多亂都能乱到这个别墜 但一旦出现很大的变化的时候 会怎样呢 真是 那现在呢 美国也是很想 在南方国家里面 就想压低中国 他有一篇文章说 就是这个 美国主任 就说 习近平 缺不缺席了G20呢 印度都会向自己展示 自己是 才是南方更合格的领导者 不过呢 他自己也在文章里面 都说到 你怎么领导呢 因为南方国家 需要就是 经济的发展 不是搞意识形态 你不要当南方国家 是意识形态 大家是互利互惠 其实一带一路 这个窗户 这个世界重新 做一个贸易的模式 这个 国际之间关系的模式 才是重要的 而最重要 在这个变化里面 大家有没有经济得意 你印度 印度去大国 五年之后 可能是世界第三大的 经济体 但问题是 筹码有多少呢 首先 不要说你意识形态 你中国多么吸引 你不要说些东西 不要说些什么 中国有多么 和发展国家有多么 和印度有多么友善 不要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其实去到这个 国际之间的交往层面 告诉你 有什么经济利益 有什么战略利益 中国可以帮到你什么 印度可以帮到你什么 印度可以帮到你什么 这个计数 如果他们肯定说 这个才是南方重要成员 也还有问题 因为现在印度 是比较靠拢西方的亲西方 亲西方 明显是在朝向维护 新殖民主义 这个阵营里进发 如果再进一步 印度也不是一个不结盟国家 实际可能是西方的一员 作为西方一员 怎会成为南方的一个国家的领袖呢 或者这是美国的说字 就是美国很希望 它变成南方国家 但是如何号召呢 印度怎么号召呢 他自己都 这篇文章里面 都解决不了 他只说到现在中国很坏 那些经济人不行 房地益泡沫 年轻人高失业率 这三福疲 所以未来就是在 现在这个印度 也需要留意就是 乌克兰的教训 因为昨天也说过 有一位 印度的退役少将 说得很开心 就说 应该趁现在中国 都还没有很强的时候 应该要有所作为 这件事也代表了 一些印度的 就是 极端思想的看法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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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役少将 其实也不止一次 说这些说话 就是 中印之间是需要一个解决的 中印之间是需要一个清清楚楚的 一个攀炮龙交锋 这就是印度的看法 这就是印度的看法 再讲一段消息 讲完 讲完智琳指指之后 我想讲一宗新闻 哇 洗了板 但是我听新闻 看香港的新闻 这些媒体都会提出 就是说 祝贺梁朝伟成为首位 华人取得这个荣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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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很敏感 什么叫华人 我和你考究一下 华人是一个大的集 就是 讲新数学 是包含了中国人 海外的 就是华人 就是华裔 就是华侨 他通称叫华人 那如果你说特出是梁洋朝伟 是华人 是首位华人得奖的话 那你说 他应该的身份 更加超越 就是不单单是中国人 他甚至乎 所有华裔的人士 都没有得到这个奖 这个更加大些 但是华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可以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籍人士 那当时我听到电视 那些 都在说 第一位 首位华人 演员 拿到这个终身成就奖 华人 再华人 那我一时间就想到 他是不是已经不是中国籍 是很值得的呢 那 看回内地的报道 就不是了 他说 当日9月2日 现年61岁的中国香港演员 梁朝伟在威尼斯电影节 获取了他的终身成就金师奖 哦 原来梁朝伟是中国的演员 我现在再上网看 何止是中国的演员 梁朝伟 今天有很多新闻 洗版 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留意到 其实梁朝伟是一个神秘的身份 什么叫神秘的身份 香港没有人说的 梁朝伟是国家一级演员 这个是荣誉 香港有多少人是一级演员可以 基本上可以有五位 除了梁朝伟之外 成龙 周永发 周星辞 和张曼玉 再加上是另一个演员 这一级演员有很多演员 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黄飞自己是另一个 他虽然是香港身份证 但他应该是属于内地的演员 不过他当了香港人 是另一个演员 就是黄飞 香港一共只有六位 中国的一级演员 整件性事都听不到 有人报道 我们看到华人演员 华人演员 华人演员 直到我看到内地的新闻 原来他是首位中国 香港的演员 为什么不突出国籍 还是华人呢 你可以这么说 华人更加高的荣誉 因为你超过了中国的位置 包括这个 包括在美国的华僑 包括在美国的美国人 是吧 你可以这么说 但华人还觉得有点小问题 不知道怎么说 香港官方机构 如果是要祝贺 梁朝偉 是不是仍然是祝贺 梁朝偉 成为华人首位的演员 我们有没有提一提 或者我们的文化 或者演艺的那些 相关的情况 有没有生机 我们可以评一下 大家 原来有梁朝偉 是中国的香港演员 还有什么叫一级演员 这个待遇很高 原来在国务院的一个 给你的身份 一个专业的认可 你甚至没有听 看回网上 因为我不是这行 好像说有很多优惠 有很多津贴 就是一个身份 其实很励志 但是我常常听到 就是华人首位华人演员 关于这么多人讲的新闻 这么多人讲梁朝偉 为什么我都没有听过人说 他是一个我们中国的 很罕有的香港 只有五位 你算是黄菲 是一级演员 那当然我不是在他们讨论 为什么只有五个那么少 谁又没有 谁又没有 我不是说这些 你今次宣传这些文 香港有这么大的成就 多谢香港的电影 多谢香港的作用 多谢香港的作用 对的 但是令我身份变了神秘人 很想和有关的方面 如果有机会都切磋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都优化了视频 课放器 网速比我慢的时候 也都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索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